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我們將在每週的週一到週四分四次播出,希望你能加入我們的修習。 我們將繼續學習《創世紀》這本書。 你可以在我們的網站www.isntradio.op,或者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找到以前的播客。 它們在走過《聖經創世紀》的目錄之下。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你可以在下面的評論部分發表評論, 或者發動電子語言到answer.gmail.com, 我們將盡可能快點做出回應。 今天我們將繼續學習《創世紀》第41章1到13節。 下面我們先一起來念一下。 過了兩年,法老做夢,夢見自己站在河邊。 有七隻母牛從河裡上來。 又美好,又肥壯。 在奴笛中吃草,隨後又有七隻母牛從河裡上來。 又醜陋,又甘壽。 有七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 這又醜陋,又甘壽的七隻母牛吃進來了。 又美好,又肥壯了七隻母牛。 好了,就醒了。 它又睡著。 第二回座,夢見一顆麥子長了七個穗子。 又肥大,又加美。 水耀又長了七個穗子。 又細弱,又被冬風吹焦的。 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七個又肥大又飽滿的穗子。 華老醒得不料是個夢。 到了早晨。 華老心裡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術士和博士來。 華老就把所做的夢告訴他們,卻沒有人能給華老圓解。 那時九正對華老說,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來。 從前華老老陸陳普把我和上長下在副會長湖內的間裡。 我們二人同意各做一夢,各夢都有講解。 在那裏同我們,有一個西伯來的少年人是副會長的仆人。 我們告訴他,他就把我們的夢緣解,上著個人的夢緣解的。 後來正如他給我們緣解的成就了。 我光復原子,上長被掛了起來。 那麼在《創世紀》這本書當中,我們經常不得不去推測大概是過了多少時間。 那麼在這裡的話,我們被明確告知已經又有兩年的時間過去了。 那麼回到第四十章。 當約瑟要求在九正關復原子的時候要記著他,向華老提起他。 那約瑟可以離開監獄,但九正卻把他給忘了。 現在我們還沒有確確地知道為什麼他會忘記的。 但也許這就是上帝的天意,他忘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上帝會以這種方式來行事呢?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約瑟兩年前被釋放出監獄,他很可能會被送回家中。 因此無法在本章中所讀到的他的另外的一種經歷。 相反,上帝男約瑟耐心地等待著十大的時間,以便他的目的可以得以實現。 結果約瑟又在監獄當中待了兩年。 其中一個晚上,華老做了一個夢,非常奇特的夢。 正如剛才我們所讀的,關於七隻肥牛和七隻獸牛的故事。 那麼接下來他又做了另外一個夢,關於麦子的、睡子的故事。 那麼在早晨醒來之後,這些夢就困擾著華老。 所以他召放了所有的素士和博士。 當然他們是否能夠解釋他的夢,但他們卻都束手無策。 他們為什麼不能去解夢呢? 因為他們並沒有擁有真正的權利。 他們是一種欺詐。 如果這些夢是上帝帶來的,並且他有他相關的意義。 那麼只有上帝才能夠解釋他。 當九正知道這些事情之後,才想起了約瑟, 那就告訴了法老關於他擅長的在監獄裡的故事。 並且把約瑟能夠解夢的事也告訴了法老。 所以法老就差點去找了約瑟。 好,今天我們的休息就先到這裡了。 我們將在明天繼續接下來的這個故事的區域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到時繼續加入我們的學習。 再見。